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1年10月20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在十四五規劃中 明確支持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但究竟由科學員管理的三個工業村 有沒有物盡其用呢? 背後又有甚麼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另外潘媽媽早前公開邀請陳同佳 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早跟他當面對質 究竟他們有沒有出席呢? 鄧炳強又有甚麼要跟台灣說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在去年公布的十四五規劃中 有很多篇幅都有提到香港如何配合整個大灣區的發展 還明確支持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所以在前星期三公布的施政報告中 特首除了宣布會透過發展到馬州管制站 及附近的魚塘香膠土地 增加一共150公頃地 用來做創科 加上在河套區港芯創科園構建的新田科技城之外 亦會運用現在的沙田污水化氮廠的土地 作為創科的用途 雖然是這樣 但剛才說的都是一些長遠的措施 事實上現在香港其實有三個工業村 但一直被罵 不知道用來做甚麼 究竟政府應該怎樣善用現有 又立即用得的土地 來加快香港創科的發展 配合十四五規劃的政策 現行香港的三個工業村 都是由科技園公司管理 根據立法會文件透露 截至2017年3月 將軍澳 元朗和大埔三個工業村的發展密度 原來只達到2.5倍 最高整體地積比例的53% 即是發展了一半多 而工業村的空置情況亦很嚴重 有超過十幅地 已經曬太陽很多年 加上有156萬平方呎 其中以將軍澳工業村的情況最為嚴重 空置用地有90萬平方呎 空置率有12.5% 而元朗工業村和大埔工業村 都分別有40萬平方呎和20萬平方呎的空置 也別說不誇張 如果這些地拿去發展 政府也不知道可以多賺多少錢 或者多蓋多少樓 香港現在這麼缺地 工業村偏偏這麼浪費 簡直匪夷所思 雖然科技園自稱一直有鼓勵工業村的廠商 交還一些未用的地積比例 或是未用盡的廠房 但進展非常緩慢 廠商正在盡量 當然是理你也傻了 而科技園公司對這群找他笨的廠商 亦一點也不夠強硬 另外工業村這麼多年來都被人罵爆 仍是留在舊經濟時代 部份租戶已經在用了很多年 但仍是停留在做一些低科技的舊工業 其中包括食品廠、傳統藥業 甚至乎五金廠 根本是跟時代脫折 更有廠商用工業園快地做廉價的貨倉 完全幫不到香港成為國際新科技中心 不知道是否被人罵得多 早幾年科技園將將軍澳工業村的地皮 以每平方呎300至600呎的極低價 批地給外資巨企做數據中心 假裝高科技 但其實這些數據中心 根本與高科技發展沒有關係 他們根本沒有投資在科研 反而只是給其他公司做規模較小的數據中心 即是簡單 說得逐一點 根本是在做劏房租機公司 請的人不多 亦不會為香港引入甚麼新科技 以及帶來甚麼實際的經濟利益 何況這些企業本身也有很多錢 香港已經有一個很蓬勃成熟的數據中心市場 根本不用政府補貼他們 政府再補貼這些大企業 根本就是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 然後更離譜 科技園今年2月初再推出一幅 將軍澳工業村樓面面積有80萬呎 招標寫明做創新科技地皮時 就寫到機電投資佔評分比重很高 簡單來說 那塊地又是很大機會用來做數據中心 如果他們這次又是收每平方呎幾百元 那就真的重蹈覆轍 浪費了公帑 事實上現在和未來幾年 香港的數據中心供應很充足 如果科技園再用超低價批出工業村的用備 搞另一個數據中心 那就肯定一錯再錯 其實根據業界資料 現在全港的數據中心 大概有760萬平方呎的樓面面積 但使用量只有65% 而且業界估計 未來五年用來做數據中心的樓面面積增長 會有480萬平方呎 還未計算不公開的數據 那你說多誇張 其實我們政府這幾年都說過很多次 要檢討三個工業村的使用情況和長遠發展方向 要求科技園集中資源配合發展三大科技平台 包括智慧城市、健康老齡化、機械人技術等相關產業 看關於2019年立法會文件 科技園一組原來已經開始研究擴充元朗工業村 將隔離一幅15公頃土地納入發展計劃中 政府亦在連堂香圓圍口岸附近 預留了一棵56公頃地 用來做長遠發展工業村 不過如果新增的土地像之前那樣 不是真的做科研而是做數據劏房的話 那就真是浪費了 怎樣也好 其實香港政府在過項四年 在創科方面已經投入了1300億 如果工業村改革真的搞不定 不如釋出一些土地做其他用途更好 單是建房子都可以解決房屋供應的延微之急 無論如何 創科產業一日千里 科技園一定要緊貼國家的部份 更主導籌劃未來 不能再彈萬版 初陀歲月 否則我們真是愧對中央政府對我們的期望 說完工業村 想說說潘曉榮媽媽 潘曉榮這個名字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事關2019年的反修例暴動 某程度上的起因是因為當年 香港人陳同佳去到台灣 殺了她當時也是香港人的女朋友潘曉榮 然後逃走回香港 由於香港 台灣兩地沒有引渡條例 而香港法庭就著謀殺也沒有境外的司法管轄權 所以為了避免陳同佳殺人後可以逍遙法外 香港政府便建議修改逃犯條例 引發後的一連串暴動 當然反修例背後 當然是一場外國勢力插惑的顏色革命 但某程度來說 陳同佳殺人也是一條重要的導火線 陳同佳之後 其實透過幫他的聖工會教省秘書長 管浩銘說可以去台灣自首 但由於台灣透過這件事玩東西 就說要香港政府和台灣建立正式的司法互助 才會處理這件案 容許陳同佳入境台灣自首 但問題是 所謂的司法互助 其實是兩個不同國家才會制定的協議 台灣就是想透過這件事 變相逼香港政府承認他們是獨立國家 變相承認台獨 香港政府當然是不可能這樣做 整件事就是因為這樣 談不妥了 所以一天台灣在玩政治操作 一天陳同佳也不可能去台灣自首 所以他之前一直在香港住在警方安排的安全屋裡 接受警方的保護 去到之前有報道 原來他今年六七月已經得到警方安排離開了安全屋 搬去遠離市區的深山屋住 一天三餐有人安排 日常生活好像上網看電視不再受到限制 那麼自由度就比住在警方的安全屋高很多 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報道刺激了潘曉榮的媽媽 所以潘媽媽上星期透過一個網台 就著陳同佳的情況再次質問警察和政府 還說今天即是10月20日 早上11點就會在政府總部門口開記者會 邀請陳同佳出現和她當面對質 而且她不僅邀請了陳同佳 她還邀請了牧師管浩銘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周浩鼎 以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那究竟被邀請的人有沒有出席跟潘媽媽對質呢? 那當然沒有 李慧琼跟周浩鼎前天回應媒體查詢時 已經說明不會出席 至於他們說沒有事要跟潘媽媽對質 李慧琼更說潘媽媽曾經交代過他們 除非這件事又進展 否則不用找他 而除了最近傳來的所謂邀請 其實他們暫時沒有任何方面有進一步的接觸 所以就不打算出席 至於管浩銘牧師 亦都在前天說明不會出席 他說相信大家都清楚 是台灣方面暫時不同意簽法入境證給陳同佳去台灣自首 所以見來都沒用 最後輪到鄧炳強局長 他昨天接受媒體訪問時 就說對潘媽媽的情況 的確是同情的 說他也有個女兒 所以感同身手 但鄧炳強局長亦都重申 其實陳同佳是很願意去台灣自首的 管浩銘之前亦都有幫他申請台灣簽證 整件事根本就是台灣玩東西 不讓陳同佳去 搞到這件事這樣 已經是福了一封信給潘媽媽的 首先我覺得潘媽媽的情況確實是很值得同情的 我們作為我也有個女兒 都是感同身受的感覺 但要清楚整件事就是 但是陳同佳據我理解 他亦都很願意去台灣 我想之前 管牧師亦都替他申請台證 希望他去台灣負上自己的責任 整件事就是中國台灣 是不容許陳同佳去 導致整件事變成這樣 提到潘媽媽說擔心陳同佳離開安全屋後 可能會去殺她的時候 鄧炳強局長就說 任何人有需要接受保護都可以聯絡警方 當局會按風險評估安排 如果潘媽媽真的很需要 是可以向警署提出的 而且鄧炳強局長也重申 台灣要求司法護作只是政治操作 想不到任何原因 為何他們不會容許一個很願意自首的人入境 根本完全沒有理由 說希望中國台灣當局 真是聯繫一下潘媽媽 讓陳同佳去台灣負上自己的責任 這個其實是中國台灣 就是為了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希望達到這件事 來宣示一些政治的操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不道德 我想不到任何原因 他為何不容許一個很願意自首的人入境 完全沒有理由的 為何不讓他入境 他讓他入境 他就可以審他 陳同佳都願意去承擔了 這個就是純粹一個政治操弄 我真是希望中國台灣當局 真是聯繫一下潘媽媽 讓陳同佳能夠去台灣負上自己的責任 因為台灣是中國一部份 還有這件案件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讓陳同佳回去就可以處理到這件事 不需要其他東西 當然我們警方很願意當陳同佳過去之後 中國台灣當局有任何需要 我們都會盡力的配合 至於會不會跟潘媽媽見面 鄧炳強局長當時就只是說 已經回了信給對方 沒有透露決定 但是到了今早剛剛11點的時候 潘媽媽開記者招待會 鄧炳強局長是沒有出現的 其實對於這件事 紫徑是這樣看的 這件事的確是一宗悲劇來的 潘媽媽的確是一個受害者 陳同佳的確是一個冷血的殺人犯 絕對是不應該幫的 不過潘媽媽應該知道 其實陳同佳之所以去不了台灣自首 就是因為蔡英文在玩東西 操作政治 逼你因為這件事承認台灣獨立 那麼香港政府當然是不可能這樣做 其實當初 如果通過了逃犯條例修訂 這件事就不會發生 陳同佳也不會逍遙法外 但是當時潘媽媽就是信錯了攬炒牌 沒有支持修訂逃犯條例 之後再加上暴動 才會搞到今天這樣 所以紫徑在此呼籲台灣 不要再玩政治 不要再罔顧受害人的感受 盡快容許陳同佳去台灣自首 讓這件事可以有一個了結 今天就和大家說了這麼多 在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